有人说,岁月是把杀猪刀,无论年轻的时候多么风情迷人,一旦上了年纪之后就会黏老色衰。 不过,时间对于娱乐圈的女神来说,好像存在着两个极大的分水岭,有的人黏过半百持续美丽,有的人却是颜值崩塌。 欢迎来到新闻榜,接下来,大家就一起来看看那些曾经的TVB小花吧。 一、关永和,年轻时的关永和,与少美琪、郭矮明、陈松霖并称TVB第二代当家花旦。 相比于当时大众喜欢的风情类型,关永和更偏向于小家碧玉的风格,就像是林家妹妹一般, 她的五官长相端庄大气,眉眼如画,个性也是十分温柔可爱,透着一种别样的亲和力。 关永和诠释了不少经典的港剧角色,比如热情开朗的女警朱素娥,英气萨爽,打抱不平的苗翠花,以及骄傲任性的生平公主。 而且,她的扮相以骨一金,现代装萨爽干练,古装端庄温婉。 在最打金之中,关永和的唐装扮相就很是初挑,给人一种贵气明艳的美,十分符合剧中奇异国公主的尊贵身份。 二、少美琪,说起少美琪,相信很多爱看港剧的网友们对她是不陌生的, 在很多TVB剧集中都可以看到少美琪的身影。 最开始的时候,少美琪做过一段时间的护士,后来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,她报名了TVB的选拔,从此开始了不平凡的人生。 少美琪五官立体,眉眼深邃,属于浓言系美人,非常具有辨识度,出到没多久就迅速走红。 出演了,义不容情,我本善良创世纪递花女等等剧集。 不过在感情方面,少美琪并没有那么顺利,可以说是一路坎坷了。 她与正一剑相恋七年无果。 与正一剑分手之后,少美琪与师祖难展开恋情,但最终这段感情也是无疾而终。 现年56岁的少美琪至今还是单身艺人。 三,陈松霖,1985年,陈松霖参加TVB举办的叶倩门歌唱大赛,演唱零时时分,获得冠军。 很快,就有公司签下了陈松霖,想要加以力捧。 但是,年仅14岁的陈松霖还怀揣着当老师的梦想,一心只想努力读书考大学。 这时候,陈松霖的母亲出来搞事情了,她要求陈松霖出道当艺人,为家里赚钱。 陈松霖拒绝了,之后,她和父母决裂,这一决裂就是二十年。 走投无路的陈松霖,住进了干妈家。 和干妈的女儿阿宝成了好姐妹。 此后的陈松霖,一边学习,一边当兼职歌手养活自己。 两年后,她接住了命运的第一个彩蛋。 1987年,导演高志森邀请陈松霖出演电影《鬼马校园》,搭档的是红极一时的李立真。 丝毫没有演艺经验的陈松霖,在这部电影里大放理睬。 就在无数经济公司向她抛出橄榄枝的时候,她选择了退圈,关起门来,疯狂学习,最后考上了香港中文大学。 1989年,陈松霖住院时,被萧生看重,彼时的萧生正在筹备天涯歌里。 这部剧让陈松霖一炮而哄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陈松霖背靠着邵义夫,发展得如火如荼。 直到1993年,她栽了一个客户,这一年,她和娱乐唱片公司产生矛盾。 于是便自立门户,由好姐妹阿宝与另一个小姐妹阿航,共同打理她的经济事务。 陈松霖对阿宝绝对信任,所有的财产都在她名下。 1994年,陈松霖付出,事业进入另一个巅峰。 后来,陈松霖放下香港的一切,只身前往新加坡发展。 彼时的陈松霖赚得盆满钵满,很快就积累了千万财富。 接着陈松霖再次回到香港发展。 彼时的香港娱乐圈,风云骤变,已经没有了陈松霖的立足之地。 为了更好打理陈松霖的经济事务,阿宝招了一个女助理陪伴在陈松霖身边。 没想到,这个女助理会成为陈松霖和阿宝决裂的导火索。 2005年,阿宝向外宣称,陈松霖和女助理有染。 面对舆论漩涡,陈松霖和两个姐姐距离力争。 阿宝是个狠人,不仅把陈松霖扫地出门,还侵占了她的千万财产。 二十年的姐妹情深,到这里犹如梦里长。 心如刀割的陈松霖,身无分门,流落街头。 张学友听闻陈松霖的遭遇,主动邀请她参演雪狼狐。 几十场的巡演下来,陈松霖终于有了一点钱。 眼看着日子就要好起来,她又遭遇了人生最绝望的事情。 父亲去世,自己患病,她迎来人生中的至暗时刻。 就在她最糟糕的时候,张夺出现了。 这个男人在悬崖上拉了陈松霖一把,让她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。 那几年,陈松霖在家养病,张夺赚钱养家。 五年后,他们成功走进了婚姻殿堂。 四,蔡绍芬。蔡绍芬是港姐出身,年轻的时候苹果鸡饱满,有明显的婴儿肥。 笑起来好看又特别甜美,看起来纯真无险。 如今的蔡绍芬,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,和张进十分恩爱。 这些年,她带着老公张进不停地上综艺,从婆婆与妈妈到,妻子的浪漫旅行,从奋斗吧。 主播道,姐姐们的舞馆,如今还拉上好友陈法荣,朱姻,洪欣等闺蜜,弄了一档请吃烧烤的姐姐。 活脱脱的一档过气港星在就业综艺。 蔡绍芬是有实力,有演技的,如果她一直愿意在演艺行业打拼,不管是TVB还是内地,都会有她的一席之地。 5. 萱萱,TVB前当家花旦萱萱近年也和大部分港星一样,尝试学着直播带货,不久前她刚做了两场直播。 直播过程中,萱萱几乎都是以自己最真实的状态试人。 不但没有网友口中所谓的蛇精脸,还被网友笑颜胖了许多,即使如此,萱萱也没有动动,反而自嘲一定是最近的伙食太好。 不知不觉,萱萱已经入行30年了,29岁就夺得TVB事后的她一路走来是非常幸运的。 在回顾演艺生涯的时候,萱萱表示颇为感慨。 她自曝在40岁左右的时候,TVB曾找她拍《肥田喜事》,角色虽很有挑战性,但是需要萱萱增肥,考虑倒会影响健康。 最终萱萱放弃了,角色便由胡杏接手。 如今,萱萱已经签约古天乐的公司五年的时间了,几年间,她们合作得非常愉快。 六,陈慧山。 陈慧山的厨女做事,一号黄婷,但并未有太出彩的表现。 随后她主演了《见证实录》。 在剧中,她将法医聂宝颜这个角色演绎得令人折服,让很多观众至今都无法忘怀,直至今日都是港剧职业女性角色的巅峰。 陈慧山也凭借此剧红透了半遍天,随后她又乘胜追击,凭借多部经典作品《妙手人心》《创世纪》《冲上云霄》《格式追凶》等等获得了TVB四大花蛋之一的名号。 陈慧山的第一任丈夫是与她从小一起长大的钟伟名,两人情投意合。 婚后的那几年,陈慧山一直忙于事业,对丈夫很少关心,最终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八年。 离婚后的陈慧山认识了钟嘉宏。 2006年,两人在美国秘密结婚,婚后一年陈慧山便怀上了宝宝。 2012年,钟嘉宏宣布破产,一家人过上了负债累累的生活。 虽然丈夫破产,但陈慧山并没有自暴自弃,怨天尤人,而是选择重新付出,替丈夫还债。 只可惜昔日的辉煌一去不复返,大多出演的都是配角。 7.郭可颖 说起来,在第三代TVB四大花旦中,郭可颖是唯一一个没有拿过TVB事后的人,虽然曾经被人笑衰,但如今他却成为了让很多人羡慕的人生赢家。 郭可颖合作过的男演员,基本上都是男神级别的。 他和张志林主演了《黄浦清情》,和陶大宇搭档了《刑事真机档案》,和罗家良、古天乐合作了《创世纪》,还和马德忠合作了《酒店风云》。 1995年,郭可颖和林文龙相识,两人爱情长袍九年后于2004年结婚。 2010年,郭可颖生下女儿林天若,小明津津,原本,郭可颖享受着自己的生活,但2011年郭富林中前交代,要她回来接管上一塑胶生意。 于是,郭可颖选择退出娱乐圈,成为了一名商场上的女强人。 8.钟佳心 钟佳心是我们熟知的郝彩妹,作为演艺圈的实力派演员。 她和许多香港女明星一样,在事业下滑后选择了嫁人,然后把重心点放到了家中,做了很久的全职太太。 9.胡定心 和钟佳心不同,胡定心一直在TVB努力,直到去年11月才发文宣布离开TVB,正式与邵氏兄弟国际影业展开合作。 如今的她依旧保持着相当不错的状态。 10.郑玉玲 年过六旬的郑玉玲,在年轻时也是一个港圈大美人,颜值巅峰期的郑玉玲,脸型饱满流畅,五官立体柔和。 给人一种大气端庄的感觉,一看就是很典型的港女长相。 即使是和气质美人张曼玉同框,郑玉玲的颜值也丝毫不逊色,而且她精致的鹅蛋脸,比张曼玉的小方脸,看起来线条更流畅自然。 可惜的是,郑玉玲现在已经整容整得面目全非了,再加上她过于消瘦,导致脸颊凹陷严重,有时还会给人一种面容可怖的感觉,完全没有了年轻时期的美丽与活力。 十一,邓翠文,早期,邓翠文被誉为翁美玲接班人,不过出道多年她一直不温不火,一直到三十八岁时,才凭借金之玉孽中的如飞一脚爆红出圈。 邓翠文的五官小巧又精致,是难得的圆脸美人,不管是短发,齐刘海,还是大波浪马尾,她都能能很好的驾驭。 十二,蛇诗曼。蛇诗曼最开始是参加港姐选美出道的,早年的蛇诗曼身上有一种纯郁的气息,扮相一骨一筋,虽然不是浓颜系美女,但整体的五官看着很舒服自然。 而且蛇诗曼属于非常耐老的长相,现在虽然已经四十多岁了,但丝毫不显老态,整个人活力且自信,完全就是气质淑女。 总的来说,每一位TVB小花当年都是美得不可芳物,多年过去了,虽然容颜已老,但是岁月的沉淀更有魅力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,大家有什么想看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别忘了点赞订阅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